说到中国的合作伙伴 想必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巴基斯坦 中巴两国的友谊维系至今 国人都称其为巴铁 但少为人知的是不少兄弟国也都力挺着中国 石油 黑色的金字 现代工业的血脉 石油对于现代国家的重要性显而易见 任何国家但凡能勘测到一点石油资源 都会视若珍宝 然而却有这样一个国家 发现了800亿储油量的大油田 专手将其开采权交给中国 这个国家就是巴林 近些年来 中国的高速发展已经严重威胁到了 美国世界霸主的地位 于是他们发起了对中国的围追独结 而美国也甚至凭自己的一己之力 是对中国造不成多大威胁的 于是便拉拢自己的盟友加入到反华联盟中 不可否认的是 美国的一些盟友确实拥有着雄厚的基础 同时在各方面也较为领先 但是也有很大一部分盟友依旧是发展中国家 并且与中国相比也相差甚远 甚至在有些领域需要依靠中国 但是他们迫于美国这个超级大国的威名 不得不顺从 站在中国的对立面 小国巴林就是如此 从美国众多盟友来看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即或多或少都拥有一定的石油储量 而巴林早前探测到了本国拥有一个800亿桶的油田 这对美国而言绝对是一个香菠菠 当所有人都认为巴林会与美国合作开采这片油田时 它却把橄榄枝伸向了中国 这个油田的获得对中国发展的战略来说太重要了 大家都知道在现在的世界格局中 已经显现出中美俄三族鼎立的局面 但是各国发展都有短板 谁能弥补这些短板 谁就能在未来的发展中更胜一筹 现在美国虽然是超级大国 但是国家工业体系不全 制造业严重缺失 失业人口太多 这也是为什么美国要求企业回国建厂的原因 俄罗斯的经济发展 可以说更是惨不忍睹 现在只能靠着军火来维持大国地位了 而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工业体系最全的国家 无论是高科技 高端制造业 基建方面 或者是低端产业 中国有完整的发展链条 可是我们最致命的短板就是资源 而资源里最缺的就是石油 石油可以说是经济发展的主推燃料 少不得 其他的方面 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们都有信心能补上 但是石油却没办法实现完全自由 美国把持着中东 俄罗斯有巨大的油田 而中国的石油储量 根本就不能满足中国这艘巨轮 这也是为什么中国这些年 要和中东国家搞好关系的目的 就是为了能在他们那里顺利的进口石油 但是这其中 有太大的阻力了 西方国家 不会让中国就这么顺利的拿走石油 一心发展经济的 而中国在中东又没有什么铁哥们 都是利益互换 说实话 这个渠道没有那么稳妥 而巴林把这么大的油田开采权给中国 这对中国绝对是雪中送炭 我们可以在那里开采石油运往中国 不必再看其他国家的脸色 这让中国的石油需求 有了一个很大的缓解 更是为中国的发展 插上了翅膀 不得不说 巴林的这份大力 还真的是厚重啊 从地理位置上来看 巴林是一个靠近波斯湾西部的岛国 由巴林岛与数个面积 不等的小岛屿组成 据有关资料显示 该国拥有一百多万人 但其中接近50%的人口都属于外籍 同时巴林还是迪尔门文明发祥地 众所周知 波斯湾是中东地区石油储量最丰富的一个地区 巴林也拥有相当储量的石油 同时这也是美国为何与其合作的原因之一 但巴林却是第一个进入后石油经济的波斯湾国家 石油并不是该国的经济主体 在上世纪后期 巴林已经逐渐将目标转向了旅游业与银行 同时该国首都麦纳麦也拥有着国内外大型金融机构 据有关数据统计结果显示 巴林是人类发展指数较高的国家之一 也是世界银行认为的高收入经济体 2001年 巴林成为主要非北约盟国的成员 同时美军第五舰队司令部曾在巴林首都驻扎 此举旨在严密监控波斯湾的一举一动 2017年12月 巴林主动提出加入上海合作组织 从国际社会上看 巴林一直都十分平静 与其邻国沙特阿拉伯与卡塔尔相比 在国际社会上存在感也相对较弱 同时在该国刚独立时 形势与如今的阿联酋的七个大国 更是有异曲同工之处 巴林现任国王 曾在2002年修改法律时 将国民改为巴林王国 从表面上来看 该国是君主立宪制 但是首相却由国王任命 现任首相哈利法 更是从1971年坐上该位置以来 一直延续到了现在 这也意味着他当了半个世纪的首相 巴林作为一个靠近波斯湾地区的国家 石油是必不可少的资源 当时巴林实施的举措 就是通过石油贸易来换取大量财富 从而给民众提供高福利 也就是说通过这种方式 让百姓过上高品质的生活 从而淡化对政治的关注 后来巴林之所以成为第一个进入后石油经济的中东国家 很大一部分原因 是由于当时王是要保障统治正当性 因此在国内大力发展金融业与旅游业 同时也吸引了很大一部分金融从业者 来到该国首都麦那麦进行投资 除此以外 巴林一直以来都仰仗着沙特阿拉伯与美国 由于巴林距离沙特阿拉伯较近 很多沙特阿拉伯民众在周末都会前往巴林度假 在此影响之下 巴林王室曾邀请沙特阿拉伯集结军队进入国内平叛动乱 除此以外 早在1991年 巴林便与美国签订了防卫协议 同时还许可美国第五舰队可以停靠在该国港口 甚至曾经还一度被美国认为是北约以外的重要合作伙伴 并且早前与美国之间还有着服装 汽车等领域的贸易往来 但是巴林与美国关系好 并不意味着可以享受对方的一切 据有关报道显示 在2018年4月的时候 巴林是由大臣表示在国内发掘了一个 储量高达800亿桶的超级大油田 并且还发现了一个储量高达20万亿地方英尺的天然气田 这也是到目前为止 巴林国内发现的最大的油气田 与此同时 巴林政府官员还指出 在未来的五年 该国将与国际石油公司展开合作 对这一油田进行商业化的开采 而一直以来 我国都与中东地区国家有着密切的往来 巴林也是我国在中东海湾地区的重要合作伙伴之一 2016年巴林出台外资改革新政 在旅游 信息通信技术等方面许可外国公司100%持股 同时据有关消息披露称 在未来五年 该国将会完成一个总价值高达320亿美元的基建项目 并指出这些资金都会通过私营部门投资方式来完成项目融资 与此同时 巴林还非常期待中国企业能够参与其中 除此以外 随着一些欧美国家对中国企业不断进行制裁打压 使得五国企业难以在他国立足 但是该国与美国早已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 所以一部分受到外国反倾销措施影响的中国资质企业 可以在巴林建设生产基地 躲避欧美市场反倾销政策的波及 到目前为止 华为等等中国高科技企业都已经成功进入巴林市场 同时据有关统计结果显示 到目前为止这些进入巴林的我国企业尚未出现亏损 在此之前 巴林主要发展旅游业与金融业 而为了能够更好地博得中国游客眼球 该国对中国因私护照推行落地签 由于迪拜所修建的中国龙城 给本国商业以及房地产业带来了很大机遇 所以巴林也希望能够拥有这样一座龙城 为此巴林政府表示将赤资1亿美元 在北部沿海地区通过填海造田的方式 建造一座10万平方米的中国龙城 目的就是为了能够更好地吸引中国企业入主 相比之前世界第一大油气田加瓦尔油田 巴林所发现的这片新油田相差无几 所以很多人都猜疑 巴林有很大机率会借此成为世界新油吧 虽然拥有大储量油田 但是原油的提炼成本也是非常高的 据巴林石油公司的地质勘探结果显示 该片油气田地质情况十分复杂 所以开采也是一个相当大的难题 要知道 我国的石油开采技术是很高的 而且我国也是石油进口大国 2017年 我国已经成为了全球第一大原油进口国 2018年 我国原油期货已经正式挂牌交易 之所以推出原油期货 是为了扩大对原油市场的影响力 并且在2018年 我国中石油也表示 在时隔五个财年后 将再次开启对海外权益收购 同时中石化也表示 在时隔三个财年度后 将投资额加上涨至1000亿元以上 可见我国对石油的积极态度 在技术方面 相比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而言 我国的石油开采技术也相对较为成熟 同时巴林政府也一直猜疑 假如把这么大出量的油气田交给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开采 有很大的可能他们想要的不仅仅是一笔高昂的开采费用 而是想从中获得更多利益 相比这些国家而言 中国则完全不同 在之前中国已经帮助中东其他国家开采过石油 并且开采成本也相当低 与此同时在巴林发展早期 我们还对其进行过援助 这份恩情巴林没有忘记 所以相比之下与中国合作才是他们的最佳选择 所以最终 巴林政府将这800亿统石油开采权交给中国 同时还表示将非常期待与中国一直和平相处下去 由此看来 巴林与中国的合作再一次展现了我国 在国际社会上拥有的地位以及影响力 同时也反映出了我国技术在国际社会上得到了认可 虽然身为美国的盟友 巴林势必在很多方面都与美国有着合作往来 但是为了国家发展 为了本国人民利益 巴林最终还是选择了一个可靠的合作伙伴 好了 本期的内容就到此结束了 更多详情资讯请关注晚些时候的中华魂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了 请不吝点赞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